嗨,大家好,我现在在无锡的重安寺 之前来这边人是很多的,人山人海 没有那么夸张的话,至少周六周日的话 像这种节日的日子里 往年的人真的很多,特别是年轻人 还有一些外来打工的 来到无锡这种城市 然后到这边市中心来逛一逛,小吃街走一走 如今现在很多餐饮都是关门的 像这个呢,是倒闭,还是租不出去也搞不懂 反正是铁锁锁着的 里面嘛,肯定也是空的 你看这门头都已经没有了 然后下面的小吃店呢 声音也是很一般的 因为没有客流量,进来都是要测体温的 再带你们看一看,逛一逛吧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人呢 客流量 我站的高,你们也看的清楚 基本上是没人的 我到后面看一下 服装店的都在换机 对付贸易 轭子 小战 仔� 房门 家 好好 ! 不要 不要 好 服装店都在打折 换季 麻袋都堆着 对面就是苏宁港厂 今天外面风很大 基本都是关着的 进来的都是要过安景 量体温出示你的证件 对面的就是百胜 百胜对面就是苏宁广场 苏宁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百胜因为是老商场 没什么人 尽量度二岁 何唯一 重来方面的是苏宁市场 刚才就会进第1位 对这大维海的 isol盹 是苏宁离南 我认为现在也没继续 是苏宁竜